这是我刚开始学化妆实化的妆 眼影眼线高框一个不差 看上去很脏还不如不化 这是我现在化的妆 妆容干净服帖 不显脏的同时 很好的修饰了五官 你们看一看差不多四年前我的妆容和现在我的妆容 是不是那喊救命了真的特别夸张 甚至那些妆化完还不如我素颜的状态 那根据当时的经验呢 我总结了一下 发现很多呢都是新手常见的化妆误区 所以如果你也有以下这些问题的话呢 就赶紧看下去吧 其实你本身的眉毛是要根据你的三顶五眼来调整的 像我本身的眉眼间就稍微有一点点近 所以我需要把这边下面的杂毛稍微刮掉一点 那眉毛呢首先你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眉型 然后就开始化 眉毛一定要化得眉头须眉尾湿 因为能看得出来我是有一点点高低眉的 所以说我这个眉毛会往上好一点点 最低点以外我是定在这里的 然后眉毛也可以再往后拉一点点 眉尾可以再往后拉一点点 因为眉毛长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的脸比较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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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这里往前这样平行的拉 然后画到眉毛的前三分之一处可以稍微空出来一块 然后画到眉毛的前三分之一处可以稍微空出来一块 然后直接来勾画眉头 还有就是眉笔呢 我是建议你们选择比头发颜色稍微浅一号的颜色 那眉毛画完就到了鼻影的部分 其实我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完全不会画鼻影 其实你们能看到我以前的鼻影呢 就是在我的鼻子两边要画两道这样直线的阴影下来 那后来我发现这样不仅起不到塑形的作用 然后视觉上看上去你的整个妆会感觉很脏 最后首先要找到你的这个眉骨 然后从眉骨这里往下画 千万不要从眉头这里往下画 这样看上去你的整个T型这一块会特别奇怪 然后修容录完之后呢 在手上稍微点一下 在上面就不会特别深 这里可以收一下 你可以顺便戴一下眼污 加深一下你的整个眼眶骨 然后如果想要鼻子看上去小一点的姐妹 可以往当中这样扫一下 还有一个是我以前画鼻影的时候不知道的 就是一定要在你的鼻中隔这里稍微来一点阴影 这样就能够看出你的中屏是从眉头到这里的 如果你不在这里画阴影的话 你的中屏视觉上就会从眉心到你的唇峰 就会感觉整个人特别老气 而且我在这边上一点修容录呢 看上去我的整个阴沟 鼻的阴沟也不是很明显了 但其实关于鼻影的一个详细教程 我上次有出国 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点就是你的鼻影一定要跟你的眼窝这里填在一起 不然你的鼻子就会感觉就是一张脸上 突然把地儿起一个鼻子 我以前是喜欢偏光光光涂满整个鼻影 我现在是比较爱用这种亚光的白色光光 点一点在你的山根处 然后点一点点在鼻头 现在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点深 但是到时候眼妆搭配上就不会特别深 既然讲到鼻影呢 直接把脸上的修容录去带掉好了 其实我以前修容是不修我的脸颊的 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的技术不过关 导致修脸颊对于我的脸来说没有什么用 但是眼妆的修容视觉上让你的脸变窄 然后下额线变清晰 我最近喜欢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修容录这样捏住 刷下额角 你的下额角就会更加清晰明亮 然后下额角刷完之后呢 我脸上稍微带一点点 让你的脸有一个提拉的感觉 因为我的颧骨比较快 所以我会在颧骨这里着重修一下 然后这里连一下 让你整个这里一个平行四平行往里滑 这样收进去 修容的手法其实还蛮重要 不然修容就得白修 像我以前就一直是无效修容 就是因为越无效 然后我就越不想去修 好了 现在两边脸包括我的这个下额线 都有个往里这样收进去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是腮红 那腮红呢 我刚才没有说 我一般就是眼影打底用什么颜色 腮红就会用什么颜色 所以我还是用刚才这个 饱和度比较低的一个灰粉色 现在涂在脸上 然后腮红的位置一定要注意 不要超过你的鼻子 腮红这个东西 面积不能太大 面积小的话 它就是就是白里透红 你从皮肤里透出来的红润 如果面积一大 就会给人感觉像高原红 在你也过敏啊之类的 在这里 就是你正面可以看到底部 像腮红啊 我才能其实都是妆里面比较简人的一部 有画了 看上去年龄一定是小个五岁左右 但最后还是一个口红 口红 我以前特别喜欢强调唇风 而且我喜欢那种比较深的镜面唇 当时我用什么YSL的416啊 409 然后把嘴巴化成这个样子 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看 当时的妆为什么会强调唇风 就是因为我被很多的试色涂洗脑了 因为他们本来的嘴巴好看 所以他们强调唇风也是ok的 但是我的嘴巴不是很好看 所以强调唇风 并没有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 现在的口红一般都会先涂在嘴巴当中 然后用手指晕染 这样就能够模糊你的嘴唇边缘 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点过于粉的 再叠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红色 然后用你的手指晕染开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亮亮的高光的话呢 是可以选我一个类似于这个Colorpuff的Lunch Manage 这种比较日常的一个高光色 填在你的鼻头眼头 点点 而且我现在眉骨都不涂高光了 因为我的眉眼间就实在是太近了 如果我这里再上高光的话呢 感觉我一整块都特别满 所以说妆容我跟你说 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一丢丢高光 然后我去换个衣服 拜拜 那今天视频到这边全部结束啦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还算有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里哦 大家拜拜